他已经不是你原本以为的那个温柔体贴的为人哥了 他一定有什么秘密 谁的 你的 谁要问为人啊 杀女士 我就不见了 华人哥 我有事需要跟你谈一下 好 你说 我不听 你为什么要偷偷跟张罗亮见面 你这么久没有见面 你就是为了跟我说你应该跟踪我吗 你到底知道些什么事情 请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查张罗亮的公司 你怎么知道我在查张罗亮 我懂 你也在调查我 跟踪我 我不知道你的心中 我要怎么保护你 我为什么需要保护啊 因为张罗亮吗 张罗亮并不可怕 还是幕后支持他参选的那个金主 你父亲 你很聪明 但我不想对你隐瞒 那天和你爸吃饭 张罗亮就在旁边 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你却从来没有跟我提起你心中疑问 显然现在在你心里已经开始不相信我了 我之前是很相信你的 阿南 拜托你好不好 你一定要继续相信我 我查过了 二十五年前 张罗亮才刚从南家搭回来 根本就没有什么事例 但是现在他却是那间外贸公司的董事长 他承接他爸的公司 他爸跟我爸是好交情 我爸就是股东之一嘛 那现在咧 因为经营不散 所以我爸退股了 但他们的交情还是在啊 那买卖是什么 军火 那不是非法的吗 台面上就是合法的 你选法制度怎么可以善要不分啊 善于二盘就不存在表面你知道吗 我是他的法律顾问 我会查到张罗亮的违法证据 你查不到的 你还是好好做你的法律顾问 说明这样还有机会深入 他买卖的核心 可以超出一些注尸马迹 你为什么要这么帮他 这是我爸叫我这么做的 我没有办法拒绝 你就这么怕你爸 张罗亮 我拜托你好不好 事情知道越少越好 我知道会怎么样啊 我爸他是一个退役的将领 他对我非常严厉 我现在倒过以后 你会怎么办 你也有少了 我这样的人 我去买卖的 现在是给你 最近有万战 他做出的 很强的 大家 我也在来 要看 没人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 思琴 所以 你的律师爸爸 跟温柔人现在一样 都在做相同的事 他们都在帮张荣亮父子 看军购合员 可以大谈假设 这些事情 跟张荣亮父子脱不了关系 温柔人哥知道自己有危险 他要我们千万不要靠近这些事情 所以你爸会